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又是一节新闻短评 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照例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点赞订阅的小铃铛 一旦有新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玄龟正传,3月1日 《日经新闻》刊登了一个专题系列 这个系列叫《台湾未知的真面目》 第一篇刊登的文章 就是揭露有九成台湾军官退役后 去了大陆那边为中共提供情报 为中共提供情报,当然有钱收 而这种腐败已经成为常态 所以文章的结论就是 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 是国军之中有太多中共的间谍 各位,你看到这样的报道,你会怎样呢? 你会大客一惊,或者邪欲了 又或者应该没有九成那么多的 八成左右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日经新闻》是日本五大报刊之一 有146年历史 而我们经常引用的《日经指数》 是全球重要的股市指标之一 《日经指数》也是与《日经新闻》有关的 2015年,《日经》更加收购了英国的《金融时报》 所以《日经新闻》不是一般的标题党媒体 虽然《日经新闻》向来只是讲钱 而极少极少讲民主自由 亦曾经被批评 或倾向亲中的日本商界 不过,好像《日经新闻》这些历史悠久的大媒体 亦不会随便脑作 他们出的这篇文章,一定有一些证据 《日经新闻》的文章指出 俄乌战争令日本人更加关心台湾的情况 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曾经提出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 安倍这句话现在几乎成为日本人的全民共识 日本媒体报道台湾的事越来越多 但有系统和详细的报道不算很多 所以《日经新闻》决定刊登台湾未来的真相 这篇文章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说台湾军队之中存在一些死角 而刚刚3月1号的文章 就是说台湾退役军官 九成为中共提供情报 而台湾国军之中也有很多间谍 《日经新闻》就访问了一个退役军官 这个化名叫做郑宗然的退役军官 今年五十多岁 2010年他退役后去了大陆开餐厅 同时开始向中共提供情报 换取特殊的利益 但郑宗然由于离开军队越来越久 情报越来越少 利用价值越来越低 于是中共开始搞他的餐厅 经常他的餐厅被大陆不同的部门骚扰 终于搞到要倒闭 但郑宗然跟《日经》记者说 他说自己喜欢大陆 对中共感对他毫无怨恨 来到这里我想说我当年也认识一个刚退役的台湾空军的教官 这个退役的教官跟我很合谈 一来我当年很喜欢炸飞机很有兴趣 所以我很努力去听他说话 特别是他说关于飞机的东西 二来大家都是打拳的人 他的身形很结实 大家是内行 行内人也比较合调 第三 他和我也有同一个原则 是喝酒不能饮醉 这个我经常说的 喝酒不能饮醉 就是我和李哥的饮酒主张 这个退役空军的教官 有一次跟我吐苦水 他说其实要训练空军 政府要花很多钱 要花很多心思 但他教过无数学生 一退役之后 马上去大陆寻食 很多去大陆持有民航机 娶大陆老婆 从此成为一个大陆人 甚至有些退役的空军 进不了大陆的民航公司持有民航机 就帮大陆人持有小型飞机 在农地播种 不过这些工作原来很好找 播种很好找 收入高于民航机师 而这班人几乎全部都有为中共提供情报 这位教官有一个旧上司 这个旧上司退役前职位相当高 六十多岁后才离婚 然后去大陆娶个年轻女 之后他就常常回台湾找人做间谍 而这个人在台湾做什么 台湾军方都知道了 但台湾国军没有人调查他 完全没有人理 后来他这个旧上司在大陆又继续 离婚后再回台湾 显然又是另一个用完即棄 财息兼失的例子 所以我看到日经的报道 我完全不觉得意外 九成台湾退役军官为中共提供情报 我个人相信是符合实情的评估 日经的报道说 台湾国军有17万人 军官和管理层多数是外省人 历届台湾国防部长几乎全部是外省人垄断 而这班军人根本没有能力 也没有打算和中共作战 日经的报道有提到几宗台湾的共谍案 而这几宗案我也曾经出片报道过 原来蔡英文上台七年 已经着手改革国军了 蔡英文一年巡视军队接近30次 但蔡英文所有改革的方案 都被军方顶回头 简单说蔡英文和他的政府 根本未能控制军队 而日经的文章更加提到 2008年马英九政府曾经说过 不排除为了钓鱼台与日本开战 但马英九又说 台湾与中共打仗 开战即中战 即是一开战就投降 文章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台湾如果有事 台湾军队会不会与日本军队联手抗敌? 日经这篇文章一出 台湾国防部马上有回应 台湾国军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保护国家决心不变 又说日经的文章 贫空道赞用耸动的标题 污蔑国军的气节 分化军队团结 这样只会令到亲者痛 仇者快 又说台湾国防部已经有很多防范 和教育的措施 这些措施也已经展露成效 台湾国防部回应的结尾有些文采 他就说 台湾国防部这样的回应 大家明白的 预期之内 难道他们会公开承认吗? 不过 是不是公开否认 代表日经的文章是假新闻? 我想大家心里有数 我曾经出片讲过 习近平攻台最大的阻力 不是台湾国军和台湾人 反而习近平攻台最大的助力 就是台湾国军和台湾人 而我深信 只要台湾国军肯身抵挡共军七天 整个局面将会完全不同 虽然我这样说 必定是引一班人来留言骂我 但我想说 我只是说真心话 这是我真心的说话 我不介意被这些人骂 而同一时间 乌克兰的军队 就在巴克木特 那里挨着俄军的炮火 乌克兰军队常说 希望美国可以提供F-16战机给他们 但美国说暂时不会这样做 但3月1日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卖给台湾的66架F-16战机 预计会在2026年全部交货 反而现在的问题是台湾空军招务人不达标 精英机师更加少之又少 所以将来就算有足够的战机 也不够机师驾驶这些战机 台湾有学者指出 训练一个F-16战机 要累积250小时的飞行时数 大约要用时间5年 大家想想如果这66架F-16战机 是交给乌克兰 乌克兰的军队会做到什么出来? 来到这里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莫里汉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